2018年国际羽协中国公开赛在今日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昨日的比赛中国羽在三个项目打进决赛,其中混双已经提前包揽冠亚军,这样的话国羽已经提前锁定一冠, 有望成为本次公开赛的最大赢家,老对手日本对则在两个项目上打进决赛,终日谁能笑到最后,又成为了比赛的一大看点,陶田贤斗首先进行的是南丹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并无国羽选手杀入决赛,日本一哥新科世界第一陶田贤斗将迎来引以黑马金庭的挑战, 在之前的晋级之路上日本选手陶田贤斗一路战胜印度选手斯里坎特和中国选手十余其杀入决赛,期间没有遭到任何阻碍,都是直落两局轻松获胜。 而来自印尼的金庭一路击败林丹和陈龙两位奥运冠军,又联合世界第一安赛龙和中国台北周天成两位强将,最终暴冷杀入决赛,将同陶田贤斗争夺最后的冠军。 双方曾经在之前的雅加达亚运会有过交手,当时金庭暴冷击败陶田贤斗夺得男子单打金牌,这次陶田贤斗之所以能登顶世界第一也有金庭暴冷安赛龙的因素存在,金庭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世界雨谈的选手中,金庭是少数几位能够有把握战胜陶田贤斗的球员之一, 所以这次双方在南单决赛相遇将会是一场龙争互斗,陶田贤斗想要拿下冠军没有那么容易,双方指引生涯曾经交手过六次,金庭二胜四负战据劣势,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胜利金庭斗,是以2比0取胜,所以从这点来看金庭要想战胜陶田贤斗,必须拿下前两局,一旦比赛突入第三局很可能进入陶田的节奏中, 金庭开局金庭回球下往陶田贤斗取得决赛第一分,随后双方连续进行往前的争夺,陶田贤斗虽然一度暂时处于领先,但金庭连续利用假动作放往追分,双方比分一度占成6平,随后金庭利用杀球得分将比分反超, 但关键时刻金庭反手连续出现失误,陶田贤斗连追三分将比分反超,比分来到11比10进入中场暂停,暂停回来后双方一直紧咬比分曾多次占平,双方占到14平后金庭失误增多,陶田贤斗抓住机会连得5分,取得19比14的领先优势, 没想到随后金庭突然爆发,连得6分率先取得局点,随后金庭连续挥球下网,陶田贤斗实现反超拿到赛点,金庭利用陶田贤斗施假动作的特点连得3分,最终以23比21逆转这局,比分来到1比0,陶田贤斗第二局开始双方比分仍陷入僵持, 直到双方3比3平之后陶田贤斗发力,连得3分取得6比3的领先优势,随后金庭的体力下滑严重,连续出现不应该有的失误,让陶田贤斗继续保持住3分的领先优势,最终以11-8进入中场暂停,暂停回来后陶田贤斗连续利用往前优势得分,在局中取得15比10的领先优势, 没想到的是随后金庭反倒打了陶田贤斗一个6-1,双方战成16比1,6平,后面双方获得3分,关键时刻金庭连得2分,以21-19拿下这局,2比0击败陶田贤斗成功夺冠,就这样陶田贤斗刚刚登顶世界第一之后就遭遇到了首败, 印尼的选手金庭暴冷陶田贤斗,夺得了自己之夜生涯,的首个1000级赛事冠军,未来的世界语坛将上演陶金相争的局面,这样的话陶田贤斗丢冠之后,日本队只获得了女双一个冠军,已经无缘同国与争夺,最大的赢家的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